你怎麼看今天早上賴金德院長說他在機關風暴選擇相信你 他是醫界的又是成大出來的他能夠說他不相信嗎 就醫師的角度來看 絕大多數的醫師 都是 醫者父母心 不至於去傷害患者的 健康 所以對 這樣的嚴厲的指控 我們還是主張應該要有 客觀的證據 具體的事實 所以你是相信柯文哲的嗎 你覺得他這樣子講可以讓大家相信這件事情 革命黨沒關嗎 好累的OK 不是說你那你還是不相信洪耀福嗎 不是不相信他啦 話說算了 我昨天覺得好累 大概太穩碎了 你還是會覺得是民進黨說的嗎 這不曉得怎麼講 這不曉得怎麼講 沒有啦 其實這個是這樣啦 就 其實我們如果在醫界的都很清楚這怎麼回事 但是 這也是台灣 台灣整個政治 不過我想說我們也不能期待國家一次就完全進步了 大概 一次有一次的選舉當中應該會 越來越好 市長林院黨都幫你說話 府院黨都幫你說話 至少這種 不過老實講這個也不容易打 太明顯了 這種醫療的東西有就有沒有就有 其實這樣啦 我覺得這樣 有時候在做政治操作的人 他們對醫療不了解 所以他們會 自以為很高興 在那裡打 可是對這種專業人士 你說說對 出身醫界的 就知道說 哇 這太誇誇了 所以我也覺得 只能說他們選錯題目 你會覺得說是因為綠營現在覺得苗頭不對所以才開始這樣子都在幫你講話嗎 TVBS 你從3D去TVBS馬上連講話的口氣都不一樣 林鶴銘也在臉書PO文說認為一本書裡面沒有新的證據 加上賴清德的態度 這種民進黨的風向好像是在一個轉變的過程 這個事實的真相其實大家都曉得 但是這樣啦 這也是一個問題 在醫界看來說 這個實在是太離譜 不知道要打什麼東西 但是 但是換在媒體的操作下 對醫療不了解的人還是有它的作用 還是有效 你說他四年前跟四年後 民進黨他們對你的立場都沒有改變 他們都是相信你的 還是有些人靈魂交換 這個是比較難的 市長 你要不要幫大家說一下 你因為騙子告人家 那書裡面的內容 你不告是不是不敢告 不是啦 這個就是這樣 反正 其實他們也不要難過 該告的一個一個都會告 問題是律師要整理需要時間 但吳翔會好要反控你 反告你說違反醫事法 這個就是這樣 他也不要急 反正會輪到他的 但是這個律師需要時間 洪耀福有在跟你做一些好的別事嗎 你現在相信民進黨還是相信洪耀福 民進黨 我根本整理會輪到他的 因為他已經沒問題了 我根本就已經有靈性了 這次是他可以來看 是在帳的 但是他會把他都做過 因為他就已經出現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